台区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在选战初期被批评不愿意直接面对媒体 个人专访少之又少 不过最近呢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媒体公式 选择非新闻媒体以外的平台 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 上片了各大脱口秀 甚至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来上一杯啤酒 展现清明作风 不过最新的迷道显示 川赫两个人的真实率 仍然是咬得很紧不想上下 原来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个啤酒测试 用来评估候选人在民间的好感度 如果是这样 贺锦丽这下高分过关 在脱口秀上与主持人干杯 与声称低酒不战的川普 形成强烈对比 进入选战最后冲刺棋 贺锦丽的媒体闪电战 一波接着一波 上霍华德史登秀 大谈自己多爱F1赛车和YouTube乐团 选战初期被批评不愿面对媒体的贺锦丽 近来上片各大脱口秀 在非新闻媒体平台展现个人特色 也不必谈严肃的政治问题 虽然有助提高曝光率 但贺锦丽主要选择向来清民主党的节目 最新纽识全国民调 仅以49%比46领先川普3% 各大摇摆州持续紧咬 要在大选日前有限的时间内 制胜一级 恐怕还得打出更多王牌 张力德编一